因应年度汛期以及台风季的来临 寿风箱公所今天下午在平和国中 进行一年一度的防汛演练 乡长希望借由每年的防汛演练 强化民众救灾应急的能力 以被灾害发生时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 寿风箱防汛防灾演习15号下午 在寿风箱平和国中老西提防旁登场 演习人员全程戴上口罩量体温来加强防疫 而今年防汛演练特别针对了提防抢修 高危险区民众撤离与收容 紧急救难 风桥作业 淹水区域应变进行演练 场面逼真 好那当快接近桥面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眼角的部分 那保护患者不会撞到桥梁 刘耀宗感谢各单位参加一年一度的防汛演习 希望借由防灾技术演练 在灾害来临时将伤害降到最低 本所主办的110年 黄信强险的演练 推演的过程中 欢迎提供宝贵的建议 让团队救灾能力向上提升 大家都知道花莲县地属地震带 而且每年都有台风的起起半领演练的目的 在关于发生台风或地震等复合性的灾害 能透过防信强险的演练 如果防灾准备以及救灾等应变的能力 多一分准备 少一分的损失 能够切保 湘民的生命 也能保障财产的安全 而这一次演习也结合了社区与学校 让防灾与防疫观念向下扎根 防汛演习过程逼真 展现了防汛抢险救灾的效率几率 记者刘明胜 说风香采访报道